由花东基金第二期依注经费的秀宁箱 名有部落聚会所 20号的下午在县长徐真卫 秀宁箱长王玫瑰以及地方人士的 共同组织下举行了接牌的仪式 县长徐真卫表示 这是花莲县第五座新建的部落聚会所 希望提供部落族人办理 文化传承和休闲聚会的好地方 2016年县长徐真卫在担任立委的时候 并且向中央争取花莲县星期内来新建部落聚会所 透过花东基金第二期计划 预计的目标是要新建51座部落聚会所 25号是花莲县星期内第五座的名有部落聚会所 向南徐真卫 秀宁箱长王玫瑰 县府严重民行政策处处长陈建春 秀宁下面代表陈美莲 均云香王哲元 秀宁村长周贤德 共同来建政这街牌仪式 周村长以及我们所有人大一大地 补补室长王玫瑰具要索口 呃 不要索口 不要倒赶 真的非常非常的恭喜 106年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在前面 我们在前面那时候计划合并 开始设计 到现在刚才 server Last chance的时候 哇 Real N 너 而且我们前面的马路也莫宽 我觉得真的每位县长讲得非常非常的细心 尤其盖的这么大这么宏伟 然后另外的让我们族人都可以来使用 县文厂我们各位则是感谢县长的支持和代表会的努力 县文厂第一座的部位军会所正式启用了 县文厂第一座的部位军会所正式启用了 这几个月毕推出录用它的初期 我们希望在什么宏传演员里 然後推出录下的借 spraw 就是名明开ł seriously 这里放下其实只齡了 但我们对参加使 Ener行的 你们发布爱那里和美 Liaison 也走变迟了 另外一只文化 自己在楼下 一只能够留下 不如这只能够留下 它们也 Faes 如果它的名字 如果我们就要留下 我们的字幕 在这里 那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觉得 在这里 他们没有用 不如其他我们也寻求传统仪式来祭祀 来感谢祖联的护佑 同时也感谢现在许正卫 兄弟三长王美贵 以及民意代表人们 希望博士会所启用 能够传扬太多国族的文化 同时祖人们也可以 好好运用这每年的空间 记得喜欢我们的老